相亲一个月的女友 要我帮她弟弟付48万彩礼 她全家人都比我 说我不付就让她跟我分手 我要来她准弟席微信 转身就花了50万彩礼娶了她 女友和她弟弟 相亲时间的女友江然突然发消息 让我今晚去她家吃饭 我下班后直接就驱车往她家去 我们确定关系挺快的 相亲后一个月 我们就成了男女朋友 我因为这几年创业太忙 身边又都是男性单身狗 导致于钱赚到了 老婆还没娶 爸妈着急地到处给我张罗相亲 江然就是他们拐着弯的朋友介绍的 她虽说不是女神级别的美女 但清秀高挑的模样 也还看得过去 加上她对我印象不错 也非常殷勤 时常提着礼品来看我爸妈 很快就征服了他们 反正我身边也没合适的人选 我就跟她处着 两家也见过一次 大致谈了下婚事 当时订的彩礼是50万 虽说有点高 但我爸妈还是点头答应了 他们每个月有很高的退休金 而且早早的就给我存下了老婆本 房子自然也是买好的 再加上我公司赚的钱 别说50万 100万我也能拿得出 我爸妈主要是着急 想我赶紧结婚 让他们抱上孙子孙女 江然一家自然很是满意 等我到了以后 他们一家人都非常殷勤地招待我 我看了一眼 满桌的好酒好菜 连食下最鲜的螃蟹 都有一大盘 我心里有点犯迪过 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来 之前每次来都是家常便饭 婚菜只有一个肉丝炒辣椒 江然家还住着老旧小区 很穷是不会 但应该也没有很多钱 所以我也理解 但像今天这么丰盛的饭菜 真的第一次见 江夫热情地把我迎入座 然后给我倒上了一杯贱南春 江母也把我的晚家 满了饭菜 未来小舅子江浩 也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那眼神好像在看前 我一脸懵 不解地看向江然 江然对我嫣然一笑地说 韩君 我爸妈给你煮了你最爱吃的菜 多吃点啊 我了然 对着他爸妈点了点头说 谢谢叔叔阿姨 你们辛苦了 江母满脸笑一说 哎呀 小韩就是这么有礼貌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现在叫我们爸妈也可以啊 小舅子也连忙说道 就是啊 姐夫 你就是我的亲姐夫 别这么剑挖啊 这么热情我实在有点不习惯 我多年来摸爬滚打的经验 让我脑中警铃大作 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叔叔阿姨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婚礼要提前 我话音刚落 江然父母脸色就有点不自然了 小舅子也一脸为难 看了一眼江然 她更是低下了头 最后还是江母开了口 小韩啊 你看看 你和然然的婚礼 能不能提前办了 然后江浩不久后 可能也要办婚礼了 我直接说 那是好事啊 江浩如果着急 可以先办也没关系的 确定关系一个月已经够快了 但一个月就结婚 那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还想再多了解一下江然的 这时 江然也抬起了头说 我是姐姐 反而让弟弟先结了婚 会被人笑话的 她停了一下又说 我们是想先办了我们的婚礼 你再帮江浩出个48万彩礼 不然女方不愿意嫁过来 我大脑突然感觉被雷劈住了 不确定地再问了一遍 你说啥意思 我们办了婚礼后 你把那50万彩礼 给江浩用来娶媳妇是吗 那无所谓啊 反正我也没指望 那50万彩礼还会被带回来 结果江然马上否定了 不是 韩君你误会 我的意思了 是除了那50万 再付个48万 给我弟娶处灵 这下我听懂了 那意思是我娶你需要花98万是吗 我的声音已经有点冷了 江然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不敢说话 江浩脸色也有点难看 江浩说 小韩啊 也不是这么说啊 我们家然然人漂亮 学历又高 求娶的人可是很多的 就算要百万彩礼 也多的人娶 江母也说 就是啊小韩 你看我家然然她就喜欢你 不然我们要200万 也不是没有人啊 可是我才认识你们一个月而已 还没听过娶一个姐姐 还附带一个弟弟的 我再有钱 也不是这么糟蹋的 江浩这时羞愤地看着我说 韩君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吧 不愿意就不愿意 干嘛这样说我们 江然好像被刺激到了 语气也很不高兴 我爸妈说的没错 追我的人可多了 还有几个是大老板呢 我简直无语了 直接问 那你还选择我做什么呢 江然气得脸一红 我就是看你比较帅啊 不然谁要你 哦 原来如此 但我还是拒绝 我可以把婚礼提前 但是我不会再出那48万 你们要用那个50万彩礼随你们 这一下他们又不乐意了 江母马上嘀咕 我们培养 然然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这50万我们肯定要自己留着的 我们又没退休工资 我 那跟江浩彩礼有什么关系 那不是你们应该出的吗 江母脸色不善回了一句 长姐如母 你既然娶了然然 自然要对她弟弟负责呀 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 我再次问了一下江然 你确定要这样 她毫不犹豫地回我 我爸妈很不容易 我要替我弟想办法 江浩一脸感动 谢谢姐 以后 我会让楚琳对你好一点的 我 那我不同意呢 江然满脸惊恶 那我就跟你分手 江母也帮腔 就是 如果连这点诚意都拿不出来 以后肯定也不会对然然好 江府不甘落后 我们是看中你才让你出的 不然你就娶不到我女儿了 这是什么神奇的发言啊 我真的想骂你啊 但我忍住了没骂 面对如此无耻 且不知羞耻的一家人 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解决办法 我故意假装被吓到 妥协地说 那行吧 江浩你把楚琳的微信推给我 我来跟他沟通彩礼的事 见我松口 他们开心都来不及 江浩自然二话不说 就把楚琳的微信推了过来 然后他们又开开心心地给我加菜 仿佛刚才用分手 比我拿出98万的人不是他们一样 我也开心地吃完了 抹完嘴就走 等回到家 我就加上了楚琳 还没说话 我就先去他朋友圈逛了一下 他自拍照不多 只有一两张 但已经足够看清他的模样 身材高挑 貌美肤白 特别是那双大眼睛 扑闪扑闪的 十分灵动 真是人如其名 比江浩好看不知多少倍 他不说话 我就打破僵局 你好 我愿意出五十万彩礼 外加两套房 你可以嫁给我吗 楚琳回了句 我马上回复 我没开玩笑 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见面跟你说 楚琳应该不相信 所以没回复我 我又说了一句 江浩说 你要48万彩礼才肯嫁过来 想让我跟他姐结婚后 帮他出那48万 那我还不如直接娶你 楚琳终于回了一句 明天下午三点我有空 见面说吧 我果断应约 到了约定的咖啡馆 我见到了楚琳 她本人比照片还好看 气质很是文静 不做做 我让她点单 她也不假装客气点个便宜的 而是直接点了个中等偏贵的 富瑞白 我记得之前我带江燃来的时候 她明明在贵的菜单上流连许久 最后点了杯热牛奶 见我有点出神 楚琳在我眼前晃了晃手 询问我 你怎么了 我连忙回过神说没事 接着我问她 我昨晚说的 你愿意吗 楚琳愣了一下说 如果你看得上我的话 当然可以的 这下轮到我吃惊了 你 都不了解一下南方吗 这么着急 楚琳看了我一眼 淡淡地说 我看你挺好的 长相也可以 只要你婚后不出轨 不加暴 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连忙声明 我痛恨出轨 更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楚琳笑了 眉眼弯弯地 极其好看 她说 其实我本人对结婚 是没有执念的 是我外婆她身体不好 可能撑不久了 她想在走之前 能看到我结婚 我没有父母 我是她带大的 我想满足她的愿望 所以当有人介绍 江浩的时候 我就想着试试看 我很意外 又为她的孝心所感动 但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不对 我问她 那为什么江浩姐姐 说你如果没有48万不肯嫁 楚琳也被我问懵了 她说 我没有说 要48万呀 彩礼我只谈了18万 想在我外婆还在的时候 带她去看一眼事件 我没有多要 我又想骂人了 楚琳只要18万 他们居然跟我开口说要48万 要我出钱不说 还要私吞30万 这是算盘打到我脸上来了 我问了她一句 那你喜欢江浩吗 楚琳摇了摇头说 只见过一次 都快忘记她长啥样了 但是她每天有给我发信息 说已经在准备婚礼了 彩礼钱都还没有 就开始准备婚礼了 我心里冷笑 这是吃定我会出钱啊 喝了一口咖啡 我再次问楚琳 我昨天发的 愿意出50万家两套房 你可以嫁给我吗 楚琳并没有多欢喜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其实彩礼多少钱没要紧 就是我自己钱不够 我主要是想带我奶奶 出国旅游一次 让她看看更远的世界 我心里感叹 这是什么神仙女子啊 在这金钱至上的社会 她居然没有半分贪婪 我立马抓住这个宝贝 连忙表示 我愿意结婚后 马上带你和外婆 出国度蜜月 楚琳脸上开心地笑了 我们就这样定下了婚事 等我们各自回家的时候 都有种不切实际的感觉 第二天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要换个对象 开始他们不同意 人家会说的 直到我把江家的算盘都说了以后 爸妈就没再吭声了 让我尽快把楚琳带回家看看 而楚琳也爽快应约 到了我家 表现得更加文静乖巧 我爸妈也满意 考虑到她外婆 我们决定过几天就先把婚礼办了 在这之前 我们先去领了结婚证 拿到证的那一刻 我突然收到江然的微信 韩君 事情谈得怎样了 我爸妈说 如果还没谈妥 就让我们分手 我看着手里的红本本 再看了一眼身边的楚琳 回了她一句 谈得还不错 听见我在笑 楚琳不解地看向我 我把手机递给她 说 你看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拿分手来威胁我 这是把我当做提款机了吧 楚琳看了一眼说 好像是 她差点就成了我大姑子了 我拉过她的小手 心疼地说 还好你没嫁过去 我看她一家人都不明事理 索性我也发现得快 楚琳有点害羞地低下头 嗯 就是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不好啊 想到这个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不会 他们不人 就别怪我们不义 一边骗我要高额彩礼 一边给你一半都不到 这也是他们活该 楚琳被我这么一说 也一脸唏嘘 再次感叹 没有掉入火坑 因为时间紧迫 我家都在尽快筹备婚礼 写西帖的时候 爸妈问我要不要给江家写一个 我说先不要 因为他们来的话 婚礼肯定就毁了 半久已经很仓促 再被毁了 就有点对不起楚琳了 江浩一直给楚琳发消息 但她都没毁 不知道是不是她害怕楚琳不嫁了 让江然疯狂给我发消息 韩隽 你什么时候跟我去领证了 我弟那边等不及了 楚琳这个新姬女不见到钱 是不会嫁过来的 下个月初三的日子挺好的 我们弟那天半酒吧 林老板又给我发消息了 说只要我肯嫁给她 马上给150万才领 但我只想跟你结婚啊韩君 看着这些信息 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 这女人脑子里想什么 以为拿别的男人来刺激我 我会更有危机感 但她恰恰错了 男人只会觉得你廉价好追 聪明的女人 从不在对象面前 拉出别的男人来比较 来增加慈敬魅力 毕竟你有没有魅力 男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对她的信息置之不理 紧罗密鼓地带楚琳去世婚纱 楚琳穿上婚纱的样子 真的绝美 婚礼是在五星级酒店办的 我给了楚琳 一个足够豪华的仪式 在婚礼上她哭了 她的外婆 也哭得稀里哗啦的 一个劲地夸我 小孩你真的很好 对我家玲玲也好 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楚琳看了我一眼 眼睛里蓄着泪 楚楚可怜 看到我心都化了 心想真的歪打正着 让我捡到了一个大宝贝 我抱了抱外婆 轻轻拍着她的背说 外婆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会辜负玲玲的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婚礼 第二天 我就带着楚琳和外婆 去了一趟欧洲 完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 考虑到外婆年纪大了 我们都是慢慢走 慢慢吃 一切都放慢了脚步 看着他们俩祖孙 开心满足的样子 我心里也很有成就感 在这半个月 家人疯狂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我都一一不回不见 别说我狠心 没有一个男人喜欢 被欺骗被利用 被当做提款机的 明白着就是看中我的钱 让我当大冤种 我还网上贴 再说跟她处的一个月 我可是连手都没碰过她 我买礼物和转账 倒是花了两万了 等蜜月旅行结束回到家 我把外婆都接到我们小家一起住了 我爸妈对楚琳很满意 自然也很乐意 甚至还给请了一个保姆 来照顾 看得出来 楚琳心里很感动 一直拉着 我妈不放手 还一直叫 妈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我妈对她的亲近也十分开心 也拉着她的手不放 看起来都像母女了 把我称着像个外人 姜然得不到我的回应 带着江浩 直接杀到我家来了 保姆开的门 他们进来后 看到了墙上贴的喜字 姜然还没看到我 他盯着那个喜字问保姆 阿姨 这是韩君家吗 我怎么没见过你 还有这个喜字 是怎么回事 保姆不明所以 但还是解释 这是韩先生的家 这个是他半个月前结婚时贴的 姜然和江浩 两人都震惊住了 木然地转过头看保姆 然后才看到了 正在落地窗边喝咖啡的我 姜然瞳孔猛缩 惊讶地问 韩君 你居然在家 那干嘛不出声 我 什么关注点 江浩脑子清醒一点 姐夫 你结婚了 算了 我高估他了 知道我结婚了 还叫我姐夫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是啊 半个月前结的 江然这下终于反应过来了 惊叫一声 你结婚了 你居然结婚了 不是说要和我结婚的吗 你跟谁结婚了 江浩此时也是满脸失望 眼看那四十八 万得彩里没希望了 哪里还能镇定 他也出声质问我 韩君你怎么能这样 你这样怎么对得起我姐 我就好笑了 我是跟你姐订婚了 还是结婚了 我连她的手都没拉过 我有什么对不起的 江然脸色惨白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艰难地问 可是你说 会跟我结婚的呀 那你告诉我 你跟谁结婚了 为什么这么快 她的话音还没落 门把手就传来转动的声响 紧接着就传来 楚琳开心的声音 老公 看我和外婆给你买了什么 这下 除了我和保姆 在场的人都实话了 楚琳和外婆看到江家姐弟后 也愣了一下 江然姐弟更是像木棍给敲晕了似的 一动不动 直到保姆 把楚琳手里的东西提到厨房 他们才反应过来 此时楚琳早已不是当时 那个素面朝天的清秀美女了 而是用了我给她买的品牌护肤品后 有一张精致的脸 身上穿的 也是我给她买的香袋套装 整个人都显得贵气 江然瞳孔都看得地震了 江浩眼睛更是看直了 惊恶地问她 楚琳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楚琳把东西放下 扶着外婆坐下后 走到了我身边 挽着我的手臂淡淡地回了一句 我这是回家 江然冲过来 把楚琳拽开 然后抬手想打她一巴掌 但被我抓住了 江然气得瞪大眼睛盯着我 怒气冲冲地骂 是这个贱人勾引了你是不是 所以 你才跟她结婚 不要我了是吗 外婆也被吓到 跑过来 把楚琳护在身后 我挡在他们两个面前 看着张牙舞爪的江然 一字一句说 不是她勾引我的 是我要娶的她 江昊也受不了 直接过来冲到她姐面前 怒道 韩君你是不是人 楚琳是我未婚妻 你这是挖我墙脚 楚琳出生辩解 我们只见过一次而已 朋友都谈不上 怎么是未婚妻 江昊这下脸上红一阵青一阵 像个调色盘 她姐还是不依不饶骂我们 你们这对狗男女 一个出轨勾引弟媳妇 一个不知廉耻 嫁给未来姐夫 真是好啊 我不再忍了 要不是不打女人 我早就过去一耳光了 我冷冷地说 娶你要五十万 还要给你第四十八万 然后你家再花十八万去楚琳 又可以赚三十万是吗 你们的算盘都打到我脸上了 我还要跟你结婚 做梦吧你 没想到算计被我识破 他们脸上又一阵通红 我指了指大门 下竹课令 我老婆很好 哪里会给你们糟蹋 你们走吧 太过震惊 他们一时半会消化不了 又骂不过我 只能木然地向大门走去 家人临走前 还看了一眼我的大平层 眼里有一点不舍 如果不是我娶了楚琳 这些本来都是她的 可她不知道人心不足舌吞向 迟早会遭到反噬 我以为事情到这边就告一段落 我们接下来就好好过日子了 可我没想到 我还是低估了江家的无耻和难缠 第二天我爸妈就打电话来 让我们快点赶回去 等我们赶到家发现 家里都被砸得乱七八糟了 我爸妈被几个人 拿着棍子逼到角落里 瑟瑟发抖 江家父母和姐弟都来了 还带了几个亲戚 见到我们 江母冲过来 就对着我们狂骂 渣男贱女 害苦了我一双儿女 你们不得好死 江父也毫不示弱 像个泼妇一样疯狂输出 一个抢我女儿的男人 一个抢我儿子的女人 我们家怎么就碰见 你们这样的害人惊 我没有回应他们 先打了报警电话 江然姐弟看我们的眼神 感觉都能杀了我们 我看着他们说 如果不是你们太过贪婪 还想赚中间差价 我们会这样吗 我娶个老婆 还要负责他弟弟的彩礼 甚是闻所未闻 你们哪有脸来怪我们 可江母明显不是讲道理的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还依然在骂 都成自家人了 帮弟弟一下怎么了 哪个姐夫不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我真没见过 这么不要脸的岳家 楚琳也忍不住出声嘲讽 这件事在外人眼里 看起来很荒诞 可是你们家的所作所为 才叫人不迟 江家几人被我们说得气死了 江夫又发狠地吩咐那几人 给我砸 把他们家砸得稀巴烂 看他们还得意什么 我没有再出声 也没有阻止 等警察来的时候 他们砸得正欢 家里一片狼藉 有一个人 还把我们橱柜上的一瓶洋酒 往门口扔 直接被一个警察 演技手快地接住了 一个警察用执法记录仪 把现场记录了下来 他们打杂的动作 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 警察记录了好一会儿 他们才意识到不对劲 等回过神的时候 晚了 我们全都被叫去了警局路口供 因为证据确凿 他们面临着拘留和赔偿 细算了一下 那些财务金额大几万 他们顿时傻眼了 他们听到 要拘留15日和赔偿 他们果断选择私了 我给他们打了个八折 赔了我3.5万 看着他们忍痛分了几次 才转气给我 我都笑了 赔偿过后 姜家也终于消停了一段时间 在我们以为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的时候 姜家又出药额了 先是我爸妈的共同朋友 打电话来问这个事 把我爸妈都问烦了 然后我的朋友叶正 也打电话来问我 怎么回事 听说你抢了你小舅子的老婆 我就纳闷了 问他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 还有 什么叫小舅子的老婆 我们都未婚呢 不存在谁抢谁的 叶正不解 那就是你娶了他女朋友 我一阵无语 没有直接回答他 就问了关键点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我到时候再告诉你 现在你告诉我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事的 叶正说 你都不知道 你们火了呀 抖音和视频号 都是你们的新闻 不信我发给你看看 说完他就挂了 然后发了两个链接给我 我点进去一看 两个平台的视频点赞 都超过20万 评论也过万了 视频文案坟醒目 警号我让男友帮忙 把关我未来弟媳妇 结果他却转身娶了她 怎么会有 这么不要脸的狗男女 视频里出镜的是 江然和江浩 视频里还配了一张 我和楚琳的照片 也不知道从哪里偷拍的 还是高清照媒打码 我点开评论区 映入眼帘的 都是一片骂声 哇 火九尖啊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 简直无语了 太可怕了 以后绝不能让我老公 接触我弟媳妇 什么人都有 连小舅子老婆都要抢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出轨的 还真是兴起啊 让这对渣男贱女 直接锁死 别出来祸害别人 我想人肉他们 谁知道的 把他们的信息给我 我来创死他们 两个平台的视频言论 都差不多 热度还在网上飙升 看得我想直接 把他们垂死 我让楚琳 把他和江浩的 聊天记录截图发给我 然后我把和江然的记录 也截图下来 再去了趟警局 软磨硬泡 要到了那天 他们的执法记录视频 按规定是不能给的 我给他们看了 江然姐弟的爆料视频 他们才勉强 让我拷贝了一份 我把这些都做成了视频 用自己的账号发布了 同时还花了几千块 买了热搜 再爱特了江然姐弟两个 我的视频文案 比他们的更加火爆 警号相亲一个月的女友 用分手威胁 让我支付他弟弟的彩礼48万 无意得知 他们打算只给女方18万 我就直接娶了他 视频内容是他们姐弟 跟我们夫妻的聊天记录 江然这方 上面清楚地写道 要我帮他弟弟付48万彩礼 还不包括他的50万拼金 我还没给答复的时候 又拼命威胁我分手 江号这边 聊天记录里跟楚琳说 已经跟家里商量好 会给18万拼金 还说了 虽然只见过一次 但他很喜欢楚琳之类的话 再后来 就是他们带人 打砸我家里的财务执法视频 买了热搜后 我们流量嘎嘎嘎的涨 再加上这件事本身还有热度 我们视频一下子就火了 很多吃瓜群众 从江然那边吃到我这边 发现事情还有反转 直接把之前骂我们的人 通通打脸了 他们知道被江然视频误导后 又纷纷回到江然的视频下去骂他 原来渣男贱女是你们 真是被你们骗死了 简直了 第一次见到要彩礼吃相这么难看的 前面我看得有多生气 现在就有多打脸 以后吃瓜要慎重 尽量等一等 万一有反转呢 同一楼上的 以后让子弹飞一会儿先 无耻的是你们姐弟好吧 什么人啊 这是 这么回算 抢银行去呗 我支持韩君 这个操作真的6666了 我第一次支持男的这么做 千万别被人当提款机 而不自知 我们的视频热度不断飙升 江然的视频也被带得飞起来 不过他的评论区彻底被骂声沦陷了 都是骂他们姐弟的 而我的视频下都是支持声 好评不断 甚至很多人还在祝福我们 最后 江然被网爆了 他的信息被扒了出来 原来在我之前 他也谈过好几个男朋友 但都被江家这个操作给吓退了 他父母没什么收入 一心只想把女儿卖了 好给儿子娶媳妇 前面几个男友 只是被吓走了 没有一个像我这样 还把他弟弟对象给取走的 我的私信里 就收到他的两三个前人发的信息 都说佩服我 把江家姐弟搞懵了 都在庆幸没有掉入这个陷阱 说他们一家就像马皇 一辈子都会被他们 吸血吸到倾家荡产 看到这些 我都觉得好笑 我也没想到我这个举动 能把自己给搞出名了 江然被网爆后 彻底不敢说话了 但他虽然没在网络上发声 却不断在我微信上骚扰我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离婚娶我 彩礼给个十八万就行 我 你有毛病吧 他沉默了一下又说 要不是喜欢你 我早就嫁给大老板了 你要对我负责 我简直气笑了 那你现在去嫁啊 不是还有大老板等着娶你吗 江然发了一个高傲的表情 你以为离了你我找不到有钱人 你等着看吧 我 静候佳音 楚灵见我嘴角冷笑 问我怎么了 我把手机递给他看了 他看完也无语了 问我 娶我你会后悔吗 我摸了摸他的头发笑他 傻瓜 你不知道我娶到了一个宝 日子过得很快 自从那天以后 我们的日子就平静下来了 我和楚灵过得很幸福 特别是半年后 他怀孕了 这可把我们都乐坏了 我爸妈直接给他转了十万块 外婆因为过得舒心 身体也越来越好 竟然更加健康了 眼看楚灵又怀孕了 他都整天乐得不行 我也在努力赚钱 争取给老婆孩子 更好的生活环境 在楚灵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我带着楚灵在商场的品牌店 购买母婴用品 在挑选的时候 我突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个牌子的母婴用品是最好的 我们买点回去吧 是江然 这时 一个粗犷的男生回到 这么贵 我们哪里买得起 我这个月工地上都没活干 你怎么这么会花钱啊 我和楚灵抬头 就看到了穿着孕妇装 蓬头垢面的江然 他身边跟着一个矮胖黑的男人 见自己的要求被拒绝 江然脸色瞬间就不好了 他明显很生气 但又不敢大声 只能弱弱地又问了一遍 我们的孩子过几个月就要生了 难道给他买个好的都不行吗 粗犷男白了他一眼 要是生个赔钱货呢 那不是浪费了 让你去检查 是不是儿子你不去 现在还想买这么贵的东西 你会不会过日子啊 江然脸色更难看了 他极力压低生意 别这么大声嚷嚷行不行 买个母婴用品 都这么多意见吗 粗犷男没有理会他的脸面 继续大声说 去外面街上随便的店里买下就可以了 别在这里给我糟蹋钱 江然彻底怒了 他把包往他身上砸去 我花的是我的钱 他妈的你嚷什么嚷 我和楚琳都惊了 这男的不但人丑还没钱 还要他花自己的钱 则则则混得真差 说好的有钱老板呢 先生这些都给你包起来吗 身边的服务员突然出声提醒我 我回过神回道 嗯都包起来 那个婴儿车也给我一台 服务员眼睛都亮了 满脸惊喜的说 先生你真的好眼光 这个婴儿车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看价格就知道它的可贵之处了 刷的一下 江然和那个粗犯男转头看了过来 看到是我和楚琳 江然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白了 惨不忍睹 再看看楚琳如今贵妇模样 即使怀孕了也不见脏乱 他眼里的极度藏都藏不住了 在看向我的时候 眼眶红红的张着嘴弱弱的说 韩君 他还没说完 粗犯男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敌意 脸色不善地问江然 他是谁 你认识他 卧槽 吓死掉 我怕他打我 连忙撇清 别这样看我 我不认识他 真是冤家路窄 江然这一下脸色更难看了 身形都摇摇欲坠 看着我的眼神里有柔弱 有迷恋 我皱眉 怀着孕呢 还想勾引我 也不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模样 楚琳突然挡在了我面前 一脸挑衅地看着他 这位小姐 干嘛一直盯着我老公看 你老公在你旁边 粗犯男这一下 也觉得有点难堪 再看到周围 渐渐地有人围过来 他一把拉住江然的手斥责 快给我走 丢死人了 没想到江然竟挣脱了他的手 然后冲到我们面前怒骂楚琳 都是你 都怪你 要不是你抢走了韩君 我都跟他结婚了 你现在的生活是偷我的 楚琳毫不示弱回了他一句 是我偷的吗 明明是你自己贪心做掉的 话说回来 你把这么好的男人做掉了 让我捡落个大宝贝 我还要谢谢你呢 我心里给老婆点了个赞 太棒了 江然气得抬手又想打楚琳 我直接把他的手给打掉了 我冷冷盯着他说 请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的老公就在你身后 别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粗广男再也忍受不了 过来一巴掌甩在江然脸上 不要脸的贱人 在我面前 就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打打 我现在怀疑你这肚子里的 到底是不是我的种 江然打人不成反被打 顿时就捂着脸大哭起来 拿着包拼命地砸他老公 一边砸一边骂 臭男人 我是瞎了眼才嫁给你 你没钱又丑 我真的被毁了 呜呜 粗广男的自尊 受到极大的侮辱 瞬间暴跳如雷 也不顾在场的 许多围观群众 就想冲过去打江然 一时间 现场混乱不堪 不管江然多难堪 但总归是个孕妇 围观者自然不会见死不救 都拦住了粗广男 江然才没有受伤 我也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 江然和他老公 就被带走了 大家都散了 我和楚林结了账 才回了家 过了几天 跟我爸妈说了那天的情况 他们都庆幸 当初我没有娶江然 否则我们家永无宁日了 我爸妈又跟我们说 江浩也是名声不好 找不到女朋友了 就算有人介绍 对方只要听到她的名字 就拒绝见面 现在江然这样 明显也过得不幸福 听说那天回去后 就在闹离婚 男方不同意 双方闹得可僵了 他们父母都丑死了 我和楚林相识一笑 我们觉得 如此结果甚好 几个月后 我们有了一个女儿 看着这小小的人儿 和虚弱的楚林 我的心都化了 我决定 我的女儿要好好教育她 让她做个有感恩心 和知足心 民事里的女孩